月升和月落它会发生在不同的时间 像我现在就已经是蓝光时段之后 天就比较的黑了 所以整个拍摄的过程都是在暗光环境下完成的 首先在拍摄月亮的时候 我们定了光圈之后 光圈肯定是用最大光圈了 因为我现在是400毫米的焦段 如果不用比较大的光圈 我的ISO可能就需要很高 才能够拍的清楚了 那样噪点就会变得非常的多 为了保证能够有足够的进光量 让这个曝光更正确 那么我们可以尽量的降低快门速度 至于可以降低到多少 实际上可以做个实验 总之这个测试的目的 就是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快门速度 它能不能让月亮是一个非常清晰的 它的轮廓是不是够清晰 上面的纹路是不是能够看见 如果快门太慢呢 月亮就会变得非常的模糊 那很显然这就不是我们想要的了 现在可以了 可以看到这个月亮 它移动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而且它的移动速度呢 也跟我们使用的这个景色焦段 是有很大关系的 镜头焦段越长 它的移动速度呢 就会变得更快 快门速度我觉得是可以的 现在先对焦 放到400 放到最大 然后开始对焦 今天的这个温度比历史的这个温度要高好几度 所以这个水面呢就会出现这种热气的这种感觉 好 这就对上雕了 还是有一点气流的 会导致非常难看清 现在我的这个快门速度十五分之一秒 光圈是最大的 ISO呢是1600 因为现在天空的整体曝光已经固定了 所以我就切换到了全手动曝光模式 这样比较的保险 无论月亮出来还是有什么船从前面过 整体的曝光呢不会突然间变亮或者突然间变黑 我觉得这个垂直好像是有点问题 再调一下 主要看下边底座感觉好像不太垂直 现在差不多了 因为它移动速度快 那么我们的间隔就要更快点 才能够连贯的捕捉下它移动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如果间隔太长呢 这个月亮就会是唰唰唰唰唰 没有几下就到头了 现在使用的是快门十五分之一秒 F5.6的光圈 ISO1600 全手动的曝光模式 白平红呢我选择了一个K值 我自己调了一个三千五百度 这样这所有的照片呢 它的颜色就是固定的了 现在我设置的间隔是两秒钟 拍摄无限张 现在月亮非常非常接近自由女神了 我可以随时开始拍摄 当月亮进来的时候 在这个左上角实际上可以看到 有一点点亮光出现 那个时候再开始也不晚 月亮进来了 我已经开始拍了 现在是两秒的间隔 从这个屏幕上看 确实它移动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但是别忘了 它这个移动的全程 其实将近有半个多小时 所以虽然看起来很快 两秒的间隔 咱们一分钟就会拍出三十张照片来 那么十分钟就有三百张了 所以三十分钟呢 都会拍出将近九百张照片 还是非常够用的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如果你也喜欢旅行和摄影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 我会感受到来自小宇宙另一边的你 我们一起玩摄影吧 如果你想要深度又系统的去学习 欢迎来看看我精心制作的城市行者系列课程 在我的官网和B站都有出售 十几个拍摄案例 详细讲解了从前期的准备到拍摄现场 再到后期的整个全过程 这不仅仅是对基础知识的深度讲解 更是分享我在多年来总结的经验和习惯哦 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